好 中午用餐时间我们要来看到现在刚好是黑鲑鱼的季节 台北有餐厅业者举办黑鲑鱼节剖秀 邀请南方澳第一剖鱼高手现场操刀 今天一大早就吸引了好多民众前往围观 大家都迫不及待要一尝黑鲑鱼的绝妙滋味 老板也说黑鲑鱼从母亲节过后 价格已经飙涨到了一公斤八百元 不同品种也有差别 所以想吃上等的黑鲑鱼就趁现在 重达一百九十公斤的黑鲑鱼 大家合力从冰块上扛下来 师傅手起手络 一刀再一刀去骨去鱼鳍 露出鲜红鱼肉油花分布均匀 师傅忙得满头大汗 刀子一把换一把 周末一早黑鲑鱼解剖秀 吸引好奇群众围观 还有人为了试吃清晨就来排队 我是路过这里要顺便来 这个比较新鲜 很兴奋啊 吃起来没有酸味 口感也很好很Q 对黑鲑鱼赞不绝口 更说师傅刀工一流 这鲑鱼达人可是业者重金礼聘 人称南方澳第一高手 庄建玉先生 从事鲑鱼工作约三十年 家中三代都在鱼港鲑鱼 在当地知名度高 每年第一尾都交由他来处理 不过黑鲑鱼一只少说上百公斤 处理有佩服 黑鲑鱼它本身它重量比较重的话 它那骨头会比较硬 可能杀的话就可能比较用力 变成说也不能太大力 也不能太小力 就胆大猩猩 最大最终于四百 四百九十八 正值黑鲑鱼祭 一尾价格更是每公斤 两百到八百元不等 不少消费者想大但油花多 口感好的鲑鱼肉 更出乎意料 欣赏了达人的解剖秀 记得来 常与蔡月如 台北参谋某道 匙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